蔡老师好,我是袁洪 我今天想要来潜谈一下李白的精神 首先,李白呢,他是生活在唐朝最为强盛的开源天宝年间 盛世往往出现爵士之才 爵士之才是盛世的产物 而李白就是大唐盛世的标志 他是大唐张扬人性的一面旗帜 他的诗强烈的彰响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个性 他也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毫不掩饰的在诗中展现出来 人性是贯穿人类历史本质的一个社会存在 首先,儒家的思想对于他的工业理想来说是有很深的影响 儒家的用事主张使得李白强调了 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体性 他主张尊重个体 建立和维系一种平等、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合中共济、融合共生 人性在李白身上体现了他对人生作为的强烈渴求 他认为人作为个体 一定要施展其才能报复 谋仇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功 这样才能在社会群体中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并实现人生的意义 长风破浪或有诗 直挂云帆即沧海 其实从这句诗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他即使知道自己的仕途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依旧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 其次李白胸怀宽扩的工业抱负 他心怀安设计济苍生的伟大志愿 他所处的那个时期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朝代 所以他希望自己能被帝王重视 在朝堂上能有所一番作为 李白追求工业理想 但他又有不屈服于权势的独立精神 他想要构建一个安定统一的国家 塑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李白的工业理想中 有着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他本是一个浪漫自由的人 但是又非要走到官场这条道路上来 他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才华和志向 在官场中保留自己对于精神的追求 但他殊不知 现实和想象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也就是他仕途不如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即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满怀着一腔热血 想要报效祖国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但他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黑暗 于是他写下了那一句 陈因此世泪满衣 黄金满罪未能归 抒发了自己壮志难愁的忧伤 他的仕途是很艰难的 尽管他才华横溢 但在政治这条道路上 却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第三 其实李白认为说人应该要尊重自然 和自然和谐共生 五月寻山不辞远 一生浩入明山游 这就是李白清和自然的一个人生总结 无论是江山之柱的清和之幸 还是吴江涵而闲的丧我之心 他浩入明山游的生态学意韵的文化价值 都远远超过了诗人及其诗文本身 李白一生热爱自然 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 他通过回归和拥抱自然 来过滤自己的灵魂 他的一生的逐迹 从南到北遍布了大半个中国 这对铸就李白清和自然 已使主体生命于浑然宇宙 一结为一体的坦荡性格 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并进而创造出了他 左而不群的山水诗歌 其实庄子的道家思想 为李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 他的诗歌是以自然为中的 他的诗如其人 诗品及人品 李白的人格便是清净自然 李白说 众鸟高飞净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这便是他对庄学 吴江海而行的 进行的一个示意的表达 深化了道教中庄子的哲学境界 我们也应该像李白一样 从内心深处去体会 享受山水风光的乐趣 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 谦卑地接受地球的馈赠 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李白的这一生 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因为他至死 都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报复 但他身上的勇敢 豪放 执着和乐观进取的精神 都是那个时代里面 最伟大的产物 他只是生不逢时罢了 他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大诗人 有着一腔的热血 怀着远大的暴富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的政治理想 在那个时代里面 确实是要承受 世俗的压力和偏见 因为他所想要的自由平等 在当时其实是不被接受的 所以说李白是孤独的 在那个时代里面 没有人能懂他 只不过他身性豪爽 并没有因此而变的颓废 而是将自己内心所求 都以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谢谢